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资金外流,美股压力尤存 上周美股反弹尝试再次遭遇挫折 对货币政策预期的担忧重新扰动市场 投资者担心美联储政策超预期可能导致经济遭受不必要的冲击 作为美股市场的坚定多头 F的研究主管TL在报告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在最近与机构的对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投资者越来越紧张 最重要的是,他们担心经济势头的改善速度可能会让美联储不得加息政策力度 欧洲经济数据波动加剧了这种负面情绪 资金流向显示,投资者连续第六周从美股撤离 根据数据统计,上周美股基金净流出达到59.6亿美元 环比增长近25%,避险情绪升温下,资金再次回流货币基金 过去一周,公路得321.8亿美元净流入,创近三周新高 备受瞩目的8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在13号公布 这可能是未来一周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我真的特别担心汽油价格 一个高级经济学家JT表示 经历了8月份汽油价格大幅上涨 通胀数据可能比预期更热的风险不容忽视 可能影响美联储的政策选择 另一个潜在风险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 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投资者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 预算僵局将再次显示国会山政治不稳定 这也是评级机构惠誉,称8月份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原因 并造成了随后的股市下跌 分析师认为,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之际 政府关门可能导致财政支出削减 从而抑制经济 加信理财在《市场展望》中写道 9月以来,美股市场主要受到了美债收益率 美元走高和原油价格等因素的推动 未来一周,前期可能缺乏重大催化剂 股指可能会继续受到政治新闻 油价和美元走势的影响而窄幅波动 市场情绪整体偏中性 谨慎的做法是在美国8月CPI数据公布后 进行交易决定 大佬计划做空苹果公司 近期,对冲基金S Fund创始人兼投资组合经理丹尼尔斯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要做空苹果公司 丹尼斯表示,计划在iPhone 15新品发布前后 即美东时间9月12号做空苹果公司 并表示,苹果公司现在是他们最大的单一股票空头头寸 做空苹果公司的原因是什么 尼尔斯称,鉴于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在其新款Mate60 Pro智能手机技术上取得突破 苹果公司面临的竞争将加剧 尼尔斯并非第一次看空苹果公司 8月20号,尼尔斯曾在其网站发布对于苹果公司的详细看法 在文中,尼尔斯表示,短期来看,自8月18号以来 苹果公司的股票在相对强势的基础上处于超卖状态 因为苹果公司即将推出iPhone 15新品 从历史先例来看,投资苹果公司是一个不错的短期交易 但是现在苹果公司估值较高 所以并不建议长期投资者购买苹果公司的股票 当然,尼尔斯的这项操作也和其他管理基金的投资策略有关 尼尔斯介绍道 我们的基金是全天候基金 无论市场状况如何,期望都能产生正收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净场口预计将保持在25%左右 多投资产的百分比减去空投资产的百分比 即使在严重的市场调整期间,回撤也极小 对于苹果未来的走势,瓦尔街投行出现分歧 其中摩根大通周五发布报告称 即将于下周发布的iPhone 15并没有实质性的升级 因此也不会吸引大量用户更新换代 为此,摩根大通将苹果目标股价 从235美元调低至230美元 据报道,美国投行N在周四发布的报告中写道 苹果公司是当前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但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最终可能会颠覆这一排名 这可能会导致苹果被微软、谷歌和亚马逊 这三家科技巨无霸超越 不过美国投行Wydbush分析师D似乎不这么认为 他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即将发布的iPhone 15将推动苹果股价在目前水平上上涨20% 它保持对这家科技巨头的增持评级 并维持了230美元的目标股价 最了解,苹果日前官宣 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一点将召开特别活动 主题为好奇心上头 按照外界预期,此次发布将推出新一代的iPhone 15系列 以及新一代Apple Watch S9和第二代Apple Watch Ultra等 据悉,Apple Watch Series 9和第二代Apple Watch Ultra将升级各类传感器和组件 另外,新款Apple Watch将搭载全新的U2超宽带芯片 新芯片将提高iPhone的定位功能 允许在查找我的应用程序中更准确地跟踪人员和设备 另外,据最新报道显示 不锈钢材质的Apple Watch Series 9将使用3D打印技术来打印外壳 苹果计划明年开始将3D打印技术运用在Apple Watch Ultra的生产中 好,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股票 那么对于美国航空股AAL这支图来说 我们之后看,还是做波段条也是最舒服 对吧,你看近期的周线再次落到了下方较低的一个位置 但是很可惜,这两周还没有强势的指跌 特别是本周,还是一个比较强劲的阴线 那就要看这一周能不能在这个附近指跌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我们需要等待一个下跌70线的突破回踩指跌架构 再去做下一轮的多头波段 好,这是航空股AAL 应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 这个多头应该都是在等待着指跌的架构 所以理论上风险应该是要大于机会 好,这个是AAL 如果我们上次说了 我们切换到高通QCAM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周线 那么它的周线给人感觉呢 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指跌 相反的,在本周形成了一根强劲的阴线 那么它近期的走势跟刚才美国航空类似 都是在走一些震荡波段 震荡中的波段 因此多头应该继续等待指跌的架构 那么对于高通未来芯片会怎么样 这个不好说 它是中低端的芯片 这就难说了 那对它来说 技术面应该看在下方水平支撑区附近 指跌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你看它上去了 是突破了 但是回踩 踩回来了 那这样的话 下跌的波段呢 把这趋势线应该调整到这 这个点对应的这个位置 这样画好下跌趋势线 等待横盘指跌 对吧 这是高通 说它有没有可能继续伸跌 一切皆有可能 因为它的基本面 和苹果类似都在变差 是吧 说怎么的 不就是中国这边的芯片 有突破吗 是吧 它们都会受影响 因为在这个领域 就那几家典型的公司 对吧 那么一旦多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 少一块市场 对它们影响都很大 比如说啊 中国不是最重要市场 这话也只能啊 部分人说一说啊 但实际啊 资本家或者公司 他心里知道啊 那意味着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Meta 我们看一下周线啊 那么它的周线呢 有一种这个二次测试 顶部的一种感觉 你看多头在周线 级别还是比较谨慎 虽然说反弹啊 但是这个下落的力度 并不小 那么在本周呢 实际上是一个十字星K线 表明呢 多头啊 无力像之前这种啊 实体阳线出现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啊 就像刚才新闻中提到的啊 资本啊 都比较谨慎啊 为什么要谨慎啊 因为之前展过这一大波了 那么再到这个 再到这个位置啊 配合着这些纸边啊什么的 对吧 配合这些技术会啊 多头肯定比原来谨慎一点 说多头还能展吗 有啊 能啊 谨慎并不意味着多头就不做了 你看 他还有多头在做一些短线波段 对吧 什么时候都有做多和做空的啊 他只不过不像之前这个直勾勾的行情 那么紧 这么爽了 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你看这日线这些K线 是吧 表明多头啊 不愿意一直直直勾勾的上拉哈 相反 上行过程中有好多回落啊 这样的话 多头在下周也要注意 冲高回落这种可能性啊 好 这是Meta 所以他冲高回落会怎样 那就先假设是震荡行情啊 我们看一下反向的做空类的SQQ的周线 那么他的周线给那感觉就对于这个图的多头来说 就更像是一个下跌趋势被突破回台止跌的一种架构 是吧 跟我们大盘正想反 大盘是二次探顶 它是二次探底 那么后续啊 就是本周啊 就是下一周啊 看新的一周止跌的一个情况 如果这个阳线过强啊 那么空头啊 这个图的多头就要回来 我们美股市场的空头就要回归 对吧 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啊 对吧 有一定的希望啊 因为本周的周线是一根阳线啊 我看见日线 对吧 有一种啊 突破回落啊 直接然后这根小回落了 又被突破回彩 那么这周只要再强势的阳线 那这个图的多头就要回来 美股的空头就要回归哈 那么到届时呢 至少走一个W底 对吧 这个图啊 至少是一个W底走起来 这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形啊 这必须得强 下周早的时候 这必须得强势阳线啊 才行 那如果六亿线呢 那就有点磨叽了哈 好 其实做美股的空头啊 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未来汽车的周线 那么他的周线 我们也是啊 要关注啊 这一周啊 在这个附近 只跌的这种概率哈 呃 你看这周的周线 并没有跌破上一周周线的低点啊 表明这一周 还是有一部分多头啊 在这里拖着 因为他认为 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一个 潜在啊 头肩底的右肩啊 的底部 对吧 头肩 左肩 拉伸回落啊 这就是右肩啊 肩膀这个位置 所以啊 你看包括上周的周线 在内啊 包括本周啊 都有多头认为这个位置 值得去布局 尝试做一轮多头 对吧 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 所以才会出现 上周是一根 长下一线的K线 这周呢 没有去跌破上周的低点 而是在更高的位置 回落 是吧 但是啊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等待热线级别 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点位再去做 你看 突破回踩指定啊 那么这周啊 新的一周 一周一周二 看能不能强势的指定啊 然后呢 新的一轮就可以 去尝试做了 理论上还是机会啊 会多余风险 好 这是未来汽车的一个图 我们把理想汽车看一眼 啊 那么他的周线图呢 似乎给人感觉 又是创了一个 不断的低点啊 这里 仔细仔细看 你看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 数字标在这来了吧 这是周线图啊 这个本周啊 跌跌破了这个这个底点 那这样的话 啊 多头一定要注意了哈 下跌趋势线要这么调 是吧 说明这本洗盘还没有彻底终结 是吧 没有彻底终结 我们看见日线 嗯 你看之前 对啊 跌了一腿 反弹 再跌 那这是属于一个 震荡下行的一种态势 所以对新的一轮的 多头来说 要慢一点布局哈 速度不要太快啊 速度不要太快 啊 当然他也完全有可能止低啊 因为啊 下边这根横线啊 是一个重要的直升区 或者说啊 中间 这下边这两根横线 都是一个直升区域哈 所以市场才会有反弹啊 所以啊 多头应该慢一点布局 等待新的下跌旋的右侧 再去加仓就可以了 好 这有没有可能深跌也有啊 所以呢 等待右侧点位比较重要 不要老是觉得一直是牛市哈 好 我们看一下英特尔 呃 对英特尔来说 突破了吧 我们上周是怎么复盘的 这 我们这呃 就从这开始 拉着一波是吧 然后回落很深 再做 然后再落 再起 再落啊 那么我们在这两周又说啊 要再去做啊 上周的复盘呢 说啊 这有可能是一个打局部的震荡横盘 然后啊 继续走一个等距离位啊 到下一个位置 对吧 W嘛 走起来 你看本周是不是尝试突破这个W的颈线了 所以后续呢 还是有望啊 走一个等距离位哈 再走一点 啊 这周线啊 还是比较漂亮 我们看见日线 那么日线的做法其实就是画好局部多头趋势线啊 看能不能啊 再往上震荡上行一段时间 也不要恋战哈 如果他往上冲 就画好局势线 往上延伸 如果他没有意图 往上持续的往上拉伸 出现向下破位就应该减仓啊 就应该离场 或者减仓 因为上方阻力区非常的大 好 这是 这是大营 英特 我们再看台积电 台积电的周线图给人家感受是什么呢 给人家感受啊 在本周 又创了此轮下落的一个小低点 对吧 这样的话 夏季轩应该调到这吧 说他也受到影响吗 是的哈 他也受到影响 受到什么影响 芯片啊 影响啊 芯片的冲击啊 中国市场对于芯片 产业链的一个整体的影响 对吧 没有说他们都完全不受影响 这不是不现实啊 总共那么几个市场 对吧 好 那对他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重新等待夏季轩的右侧啊 点位再去做了 右侧指跌再去做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就什么时候给右侧 他想什么时候就给什么时候 啊 现在没给呢 对吧 嗯 好 现在还没有给 但多头啊 要关注啊 接下来这一空间啊 强势指跌 形成右侧点位的架构 再去做新的一轮的多头 就可以 后续呢 对这个图呢 不能信仰长持 还是应该以震荡 或者是趋势波段的思路去做 会好一点 看什么时候能止跌 嗯 如果他不止跌 深跌了呢 那就画好下跌小趋势线 就可以了 对吧 你看他之前这些震荡 也很深的 是吧 回落的很深 所以不要认为回撤就很浅啊 嗯 好 这是台积电 嗯 这些都是基本面啊 竞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的股 所以你刚才看到 华尔街有分歧 对苹果有分歧 怎么的对苹果还不做多 那华尔街他就有人开始 有人开始看空啊 说华尔街也有看空的 有啊 龙头股也看空的 你看有了 因为他们认为 基本面有重大的变化啊 那么台积电也处在这个范围内啊 原来可能还是一些政治因素比较多 现在呢 业务层面啊 也应该会面临新的竞争压力 包括刚才的高通啊 所以 所以啊 这个做空肯定有做空的理由 嗯 说他们又是糊弄我们的 不会 你想想市场 每天都有那么大的交易量 说明空头和多头的资金量 是互换的 是等量的 所以啊 一件事啊 他总会有顺着他做的 也有逆着他做的 是吧 所以你不要认为华尔街都是糊弄你的 那华尔街 他咱们那点钱 他也糊弄不了多少 关键是他有人信 他有大资金 你按照那个逻辑去做的 是吧 同时呢 也有正好相反的资金量 跟他做相反的方向 是吧 所以 不要完全否定消息面的价值啊 影响啊 或者说影响 影响力 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那么对于业务面出现重大变化的 个别行业中的公司 公司啊 要有其注意哈 特别是 下周 如果汽车行业出现罢工 是吧 包括 苹果和华为等新产品的 这个竞争的情况 都有可能改变市场 对他们的预期哈 但是改变预期 又是一个新的博弈 同样一件事 还是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AMD AMD也是这个领域 上次上周啊 就这周啊 周四周五 有网友问 啊 这一图怎么看 边上看 我们说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再去加仓 我们的趋势线画的不清晰吗 对吧 说支撑区啊 支撑区他 支撑区怎么来 支撑区还是以趋势为主啊 下跌趋势线比支撑区效果要更好 支撑区可能有反弹 你看他是个反弹 但是又下来了 说能不能再直接 也有可能 最好在右侧点位再去做 下跌趋势线的右侧点区 去加仓会好一点 是吧 有人说他怎么也会这样 啥厨处都有啊 不要大惊小怪 那么下跌 居然右侧给了吗 没有 是吧 他有没有可能是右侧 有 有没有可能再跌一点 也有 右侧是看到你才能去做的啊 说支撑区有反应吗 也有 你看 但是啊 他就没有凸上去啊 说有没有可能凸上去 有 看周一周二 能不能凸一下吧 不能凸的话 那就要提防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哦 好 这是AMD 趋势的优先级 要比支撑阻力区的优先级要高 是吧 你要不要这么多水平 水平的东西直线啊 水平的横线 这个支撑阻力区 那为什么不一直横盘呢 说明趋势的有效性会更好 因为你看他总创新高 或者总创新低 什么意思 就是横线的只是临时过客啊 对吧 你要提防临时过客被跌破 或者被啊 这个啊 被突破 或者被跌破 这种可能性啊 趋势线才是我们主要的工具啊 有些时候甚至没有横线都可以啊 只用趋势线去做 就一个线就够了 支撑区 他只是过客啊 有时候 好 应该等待右侧点位再去做啊 提防进一步下落的可能性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AI股啊 PLTR的周线 呃 那么他的周线呢 给人感受更像是啥呢 在这里震荡啊 你看这个周线 对吧 那过去四周呢 其实是跌到了上一次这个支撑区 对吧 你看 落 落下来弹起来 说明这是一个支撑区吧 这次跌到这 在这又有所反应啊 说这位置能不能支撑区啊 只能说有可能 能不能跌下来呢 也有可能啊 因为多头好像不是太强势是吧 这次跌到这多头怎么这么多影线呢 是吧 这么多十字k线 十字星k线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跌破下来 有人说啊 你要仔细看的话 这位置好像是个局部的小头尖顶呢 所以啊 多头要提防这个 这个颈线位置被跌破的可能性啊 不要完全信 有人说不对啊 那空头要强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跌下来 所以呢 你看多头 不就是想在这 把它折腾住吗 所以啊 我们说过去出现这种横盘k线 就是多空双方有分体的意思 那对多头应该怎么看呢 多头最希望的是什么呢 最希望这种持续的阳线出现啊 那么下周早些时候 必须得持续的阳线给出啊 这个位置才有可能直跌 那如果给出大阴线呢 多头应该在这里止损离场 地方它是局部头尖顶架构 明白了吧 说市场还没有选出方向吗 还没有 你看这些日线是不是比较横盘 那么这是这两个阳线的时候 给多头一些信心 但是后边这六个交易日就不行了 那怎么就不持续了呢 所以呢 多头需要新的止跌阳线来给信号 给信心 是吧 那如果给出强劲阴线 跌破这位置 大家要注意 潜在头肩顶也是有可能的哈 因为市场是有分歧的 说怎么在怎么算有分歧 就是一直横盘就要有分歧 什么叫有分歧 有分歧就是不知道选什么 需要一方主动打破平衡 你要不给强势阳线 要不给强势阴线 不给的时候 你不要说一定会怎么样 好吗 在震荡行情中 我们没有倾向 在趋势行情中 我们有趋势上的倾向 好 我们看一下open open的图呢 周线图似乎是 稍微微微反弹了一下 我们只需要画好趋势线啊 看它反弹的力度 就可以 那如果是阴线呢 大家要注意检查哈 好 那么现在呢 空头还没有彻底的回归哈 所以多头还是有望再反弹一下啊 看能不能把缺口给补一下 好吧 最后呢 我们把木头姐说一下 木头姐这图呢 也是第五浪的一个拉升啊 我们画好趋势线就可以了 对吧 那如果它不涨呢 继续震的 那就是无序震荡了哈 届时多头可以适当的减仓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走一走 往上走一走 所谓的二次探顶一下也行啊 是不是 拉升回落 二次探顶一下 看能不能给一下 好 我们先说到这里 那么周一盘前 我们继续把剩下的都分析一下啊 周一再见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拜拜